旧市政府于周六举办 携手同游幸福加油的家庭关系促进活动 活动一退出就吸引相当多的家庭报名参加 而社会处社工科主要服务儿少家庭处域 一直以来社工科以主要服务家庭提升照顾功能 以及亲子之间的关系为主 解决家长的照顾以及教养和亲子角色上面的困境 然而这一次市府规划的促进家庭活动 又有哪些亮点呢 西容市政府社会处 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普新农场 带着我们保护家庭处域的家庭 亲子一起来共有 那其实这个不要说弱势家庭 我想在一般的这个亲子教育里面 亲子关系不论是从这个幼儿期 学龄到这个小学到甚或青少年 其实对这样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亲子的功能上 跟这个互动上 那加上台湾社会其实有 包括疫情的时间 很多的家庭都非常的辛苦 忙于工作 所以今天在游览车上 我们也跟家长在 家长也在跟我们分享 其实他一周真的一到五 甚至一到六 零食工啊 工地工作等等 为了家庭生计 其实他们都相当的辛苦 那在六日或者是 应该是说比较没有休闲的时光 大概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带海局出门 那更不要说参加什么我们想象的到的 什么亲子手作啊 烘培房 那又要考量经济的这个压力 所以呃 众多的考量之下 我们就规划了今天的亲子日游 在这个疫情趋缓的时间 我们带着家户跟小孩 总共有108个人哦 一起来出门 那希望可以创造亲子互动的这个机会 友善环境的营造 能够对于孩子的人格发展 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们也期盼社会大众 能够避免有色眼光 多一些温暖 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 也能够充满幸福 记者宋一轩 吉隆报导 吉隆报导